这是一棵历经苍山的老树 黄金 多年的风波与世 让它看起来是如此的苍老古朴 岁月的实力下 它依旧顽强精彩地活着 此刻的它枯木逢春 给人一种生极岸然的景象 今天对这棵盆养多年的黄金 再次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剪 以及换盆 当你对一棵茂密的盆景 进行书剪时 不必觉得可视 因为资本上的修剪 都是为了日后 能有更惊人的蛻变 很多时候泛养状态 便可知晓根式状况 丰满万神的株子 它的根式必定发达 黄金是一种非常容易 招惹虫蚁的树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颗环金 都带有舍利 都那么的古朴的原因 对根式进行充实 可以斥除残留的虫蚁 以便更好的修理 一指两得 为了扇盆的需要 有时候难免大刀阔斧地进行整改 当然了 前提 你得有一定的经验 以至对品种 了解 黄金是一种没有根 也值予存活的品种 所以可以放弃大胆地操作 质变少数的枝条根 也能负责的 脂肪夜貌 调整种植角度 它居然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灵水式盆景 这一点 个人十分的满意 未来可吃 相信 也就在不久的某一天 欢迎朋友们 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